前女友在车上纠缠了半天 突然那个女孩打来了电话 喂 我这边完事了 我马上就回去了 我马上现在找你去 你坐点待着你待着吧 我走了 不好意思 我有点事耽误了 我这林郑找没找着啊 你找到了吗 我找啥呀 不是你找的吗 找你前女友付款 不是 哎呀你啥呀 这不整误会了吗 他找我就是有点事 我那个 什么事啊 得到一般单独去说 不是 我不知道该咋跟你说 就是有点事吗 这不是 哎呀 爱说不说不说我走 别别别别走啊 你这鸡闹啥呀 小公一天鸡闹的 我这我这不得组织组织语言吗 我不行咋说吗 那个就是他找我有点事 然后就是啊 对他找我有点事 他想跟我开一个店 啊对 然后我现在这不没工作 你也知道是吧 啊你这刚租一六千的房子 我这又租个六百的 你这一个月多少开销啊 是吧 你这 是吧 然后关键是你给我花那个 那个欠帖 我又花不了 啊 就这些 就这些事 那肯定就这些事 那还能有啥 那还能有啥事啊 哎呀 哎呀 想太多了 那你带一个面去开店了吗 那肯定没有啊 是吧 哎呀你不知道 他这人吧 他不靠谱啊 那跟他开店 干啥就得赔啥 你不用跟他开店了 嗯 我大哥把商业给我解封了 到时候把钱还给你 哼 这么那啥嘛 就解封了 这好事吗 这不 嗯 你想开什么店 我跟你开 这别 我给你捋捋啊 现在咋俩的关系是 我是你债主 你给我开店 那你不成我老板 我不还得给你打工吗 那肯定不行啊 那你今后什么打算啊 我这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这会马上就 呃 马上就打算接着陪你找你二哥吗 这不 没事 不接了 那倒也是 哎 反正都有钱了 是吧 不过 那不对啊 你这没找着 怎么就给你解封了呢 我没钱怎么找啊 所以我要泡上个大大带话了 让他把商业给我解封了 你这挺聪明啊 这回 不是你那租房六千就六千 那个劲了 是不是 哎 不过也是 你这二哥也挺让人闹心的 就挺大似有人了 瞎溜的啥呀 还得找他 乱管他了 反正我上次已经解封了 我也有钱用了 那倒也是 反正 有钱了 想买啥买啥了 想住哪住哪了 哎 也不用人操心了 哎呀 我也就放心了 好好做 我有话想跟你说 那有话就直说呗 咋还卖上官子了呢 我给你整个调服 举办个仪式 我喜欢你 啊 我会在被子里的书福 我会在被子里的书福